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一個波動方程 初始條件的函數 如果兩個都是G函數的話 要你證明說 它的解 對X而言也是G函數 我們現在來證明 它的解 為一解 UX T 可以寫什麼多少 2分之1 這是 5X加上CT 再加 5X-CT 2C分之1 X-CT 到X加CT X X X D X 我們來看看 它是G函數 如果是G函數的話 應該能夠得到這個結論 能夠得到這個結論 對說的T 那 U相對X是G函數的話 這個符號可以提出來 我們等於 要證明這個等式 那我就把X代成-X 把它代成-X 把它代成-X 那X的地方 通通代-X 負X 加-X 加-X 再加-X 加-X -X 再加-X 再加-X 5X代-X 這是-X -CT 再-X 最多的就是加CT Phi S Ds 那你看 Phi 是單變數的積函數 所以我把負號提出來 O分之一 我把負號提出來 負號提出來 Phi 這是 X 減掉CT 加 因為是這樣 Phi 負X 加CT 可以寫成 Phi 負X 減CT 這樣子 Phi 對它的單變數 單變數函數而言 它是積函數 所以這負號可以提出來 這負號提出來就是這個意思 這裡變號 這裡負號 這個通通變號 這個也是一樣 負號提出來的話通通變號 Y X 加上CT 這樣子 好 再來 再來 再來是這個 這個的話 我把它什麼呢 我把它這個 把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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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變換變數 怎麼變換變數 我把 X 換成 負X 給它變換變數 就是說 現在 我用 Z Z Z 是等於 負X X Z 就等於 負D S 好 奧 吧 什麼呢 那上限的話 是等於多少 那 這個 上限 本來是 本來是 上限是 負X 加CT 就是說 這個可以選吧 裡面這個東西 現在 下限 X是多少 X是負X X-CT 那Z Z的話 就是 X加CT X加CT 現在 我把它 變換變數了 我把 X換成Z 那 X的下限 是負X-CT 那麼 Z的下限 就是 加5 X加CT 這個的話 這個是 X-CT 這是 本來 是 Z的上限 Z的上限 就是 X-CT Y 多少呢 X 現在 換成 Z 以Z當變數 就變Z X-C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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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-CT X-CT 提出來的話,加個不好 互得正,所以這兩個就變成正 所以變成這個樣子 變成這個樣子以後就變成 1 2c 分之1 x 加上 ct 到 x 減 ct 然後是 phi z dj 好,那我現在把上下線連對調 上下線對調要加個負號 就你從這邊記過去 跟從這邊記過來會差一個負號 所以的話,加個負號 那就變成了-cd 變成加 ct 好,那這樣就知道 這樣的話就等於 負號通通提出來 這是1 2分之1 alpha 我把這個拿到前面 x 加 ct 加上 phi x 減 ct 然後呢 再加呢 這負號提出去了 畫面這一下 就是2c分之1 x 減 ct 到 x 加 ct 那這下 5c分之1 比例 5c分之1 0 5c分之1 4c分之1 5c分之1 所以 U 對 X 而言是記憾數 那就是正理